这是什么情况?一头小象攀倒在地上难停了路过的车辆,他就像人类小孩撒娇一般在地上打滚,车上的人对小象的诡异行为感到疑惑不解,还以为小象是在和他们互动并没有理睬他,小象开始着急了起来不断示意人们帮帮他,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小象行为如此的诡异? 原来两天前向妈妈带着他寻找食物,突然向妈妈就倒入了泥潭之中,无法自拔,看到妈妈就要死了,聪明的小象为了妈妈,他只能寻找人类帮忙,当他发现了路过的车辆,心急如焚的小象用自己的方式不断地示意人们跟他走,司机小哥看出来小象应该是遇到麻烦了,使出反常必有缘故,于是决定跟随他上前查看情况,不一会人们就发现了躺在泥潭之中的小妈妈, 大哥赶紧打电话,找来了村民一起来帮忙,经过商人后他们找来了绳索,准备把向妈妈拉出脏屋的泥潭,一切准备就绪,几十位村民开始发力拉拽绳索,向妈妈开始慢慢地移动了起来,虽然帮忙的人非常多,但是面对这样一个几吨重的庞然大物村民们也是累得气喘吁吁,向妈妈身体被拉直了起来,可是突然却又倒下了,看来向妈妈病得不轻,村长立马打电话找来了兽医, 几分钟后,兽医来到了现场,仔细检查了一点向妈妈的身体情况,此时的向妈妈已经快要奄奄一息了,兽医只好先给他输送营养液保住向妈妈的性命,半个小时后,营养液输送完了,向妈妈还是未见好转,他的身体就像烂泥一般瘫倒在水中,兽医在这种环境下 也无法判断出向妈妈到底是怎么了,只好再次为他输送营养液,向妈妈情况已经非常危机了,如果再不及时就医,恐怕他支撑不了多久了,人们再次把绳索绑在了向妈妈身体上,大火齐心协力向发力把他拉出来,大家的努力付出得到了汇报,恢复一点点的向妈妈可以勉强地做力了, 几位好心的村民下到水里开始,发力推动让向妈妈站立起来,可是虚弱地向妈妈还是无法站立,人们只好选择放弃,看到这里如果你还在,留下你那颗最真诚的心,写下一句平平安安,希望向妈妈能够早日康复与孩子团聚。